在立委林佩祥和立委林倩起联手争取下 国立基隆高中设置国家级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忠于有谱 暖暖区三位市议员联恩典林敏勋以及陈冠宇 同感高兴 因为可以培育优秀的三级青少年羽球选手 不过因为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预定地内 刚好有一间八读里名活动中心 因此三位市议员不约而同在会刊会议中 站在地方上的立场先后发言 希望兴建训练中心时 可以把八读里名活动中心一并规划进去 八读里名活动中心 那这个是我们要来处理的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时候在想 是这个活动中心有没有可能放在我们 好像给一个空间 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训练中心里面 那我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列入去考虑 因为现在八读活动中心的这个位置 正好也是在我们这个地域的门口 那目前还不知道要签到哪里 那总是在我们地方上 你的活动中心还是要让它继续存在 在说健康这边然后跟我们中央的单位 可以跟市政府好丢用我们这里这边 不管是教育处还是民政处那边 可以来说希望说有一个里名活动中心 可以在这里面来做一个使用 不然我们其实八读目前四个里 没有一个里的里名活动中心是可以用的 我直接就反映这样讲 四个里没有一个里可以用的 八中里已经拆掉了 八读里的那个土地素色的 只有使用犬还有纠纷 那八读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已经超过五十年的里名活动中心了 修缮又修缮 修漏又修漏 每年都花很多钱来修漏这个 目前的这个里名活动中心 这是我们地方的意见 其实今天八读里的蔡理掌 其实是知道这个会议的会开的 那他本来也有跟我说他今天他会来 但是不确定他是不是从头地 也算没有到 那如果说今天活动中心是 目前没有放在规划里面 那我们在九月初的时候 就是体育署这边要核定 那能不能集中这边可能有不同的 你们已经显示的校地 或者是由教育处帮忙找到底点 我们用先见后差的方式来回忆 你们活动中心的使用需求 教育部体育署预定编列3.5亿元 利用基隆中学大约两甲的校地范围内 新建国家级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